現在在巴德路這邊的話 因為這邊如果你有買Sandisk的卡的話 如果有些問題來這邊可以直接更換 那店就在後面 Let's go 就在這一間一樓中午十二點才開門 我們繼續訪問 好外觀之後呢 他就直接給我了兩張新的卡 那主要是要檢查說你的卡有沒有破損 或是有一些壓到或是一些折痕吧 所以我的卡基本上正常使用 看過之後呢他就直接給我新的卡 那有新的卡之後就可以用更久了 所以如果要買中卡的話 還是要買有品牌的會比較有保障一點 那舊的卡就這樣子被收走了 新的卡入手 剛剛就在這邊吃牛肉麵 一碗一百八十塊 OK 下一站怪奇心 Let's go 然後 馬上